乾隆皇帝故意出难题刁难刘大人刘庸 让他说出清朝一年中诞生了多少人 又有好多人离开了人世 他机智的回答简直太绝了 乾隆经常问刘庸一些奇怪的问题 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已经练得炉火春青 面对乾隆如此刁钻的问题 刘庸又是如何应对的 围观铁面无私的他又得到怎样的结局 今天沐鱼君带大家走进清朝乾隆年间 看看刘庸的厉害之处 乾隆到了晚年 不仅穷奢吉语 还喜欢显摆自己那点才学 经常在公开场合和大臣怼诗 他一生写诗四万多首 但是只有一首入选小学课本 说好听一点是和大臣们吟诗作对 实际上就是让大臣回答一些奇怪的问题 刘庸是朝中才华不错的大臣 乾隆经常出上帘让他对下帘 还问他一些刁钻的问题 有一次啊 乾隆和几个大臣在养心殿商讨朝政之事 刘庸也在其中 众人商讨完后准备出宫回府 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乾隆叫住了刘庸 对他说爱卿啊 你很久没有给朕答疑解惑了 朕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 你可否解答呢 他听皇帝这么说不解都不行了 他恭敬地回答道 不知陛下有什么疑问 臣定会解答 那些准备离开的大臣 为了看热闹也留了下来 他们也见多不怪了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其实啊不是什么答疑解惑 就是乾隆拿刘庸寻开心 乾隆不慌不忙地说出问题 你居住在京城 是否知道 九门每天进进出出多少人 刘庸听完问题思考了一下 然后对乾隆说 陛下只有两人 乾隆得到回答后十分疑惑 怎么可能只有两个人 爱卿不是在开玩笑吧 一旁的大臣也跟着起哄 京城那么多人来来往往 每天经过九门的数不胜数 刘大人怎么说 只有两人呢 乾隆接着附和着大臣问 刘爱卿 你怕不是说错了 不知道也不能乱说呀 这样 朕准你明天不上朝去九门数一数 刘庸答案一出 便被堵住解释的嘴 他漫不经心地说 陛下 臣说的两人不是指两个人 而是两种人 乾隆又陷入疑惑 那些不服气的人等着看笑话 他不慌不忙地解释说 这两种人就是女人和男人 听完解释的他 突然大笑着说 这个回答算你有理 这个问题没有问到刘庸 乾隆很不甘心 于是呢 又抛出一个问题 那朕再问你 我大清一年中 会有多少人出生 又会有多少人离开人世 这么刁钻的问题 也问得出来 那时候有没有人口普查 谁知道一年之中出生多少 又死了多少人 面对皇帝的提问 刘庸为何没有马上作答呢 他怕回答得太快 乾隆又问出刁钻的问题 他紧闭双眼 假装思考了好一会儿 乾隆和其他大臣都以为 把刘庸给问住了 他定回答不上来 乾隆还调侃地说道 爱经这次 不能再说两种人了吧 要是回答上来 就能够得到赏赐 要是回答不上来呢 就会受到惩罚 刘庸赶快回答说 臣不敢要陛下的赏赐 只愿不受罚 他边思考 边用手指记起了数 计算一番后 对乾隆说 大清每年出生一人 死去十二人 乾隆听到这个回答 和第一次的反应一样 这怎么可能呢 又胡扯什么呀 他对刘庸说 一年生一人 死十二人 照你这么说 大清发展下去 岂不是人越来越少 最后都没人了 刘庸立马解释说 陛下担心的事不会发生 臣所说的一年生一个 死十二个 是按照数项计算的 就比如 今年是虎年 那大清这一年 不管出生多少人 他们都是属虎的 所以一年只生一个 去世的人呢 一年中十二个属相的人都有 所以每年死十二个 这样计算 大清繁荣昌盛 人口只会越来越多 乾隆一听这个回答 连忙拍手叫绝 用十二属相 回答刚刚的问题 简直太巧妙了 乾隆非常满意 刘庸的回答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他问刘庸想要什么赏赐 刘庸好不容易 躲过乾隆的刁难 哪有什么心思要赏赐啊 只想快点回家 他对乾隆说 臣不敢要赏赐 能为陛下答疑解惑 臣荣幸之至 陛下开心就是最好 乾隆被哄 他笑开了花 他执意要给刘庸赏赐 看他平时过得十分拮据 便赏赐了他一百两黄金 让他回去过个好年 刘庸呢 见好就收 赶快谢过乾隆 然后带着赏赐回家去了 乾隆心中感慨 要是这样的臣子都多一些 那我这个皇帝 岂不做得更轻松 其实啊 乾隆这话有两层含义 因为刘庸不仅可以帮他解答疑惑 还是一位好官 刘庸的才能 是朝中很多官员所不及的 他出生于官宦世家 祖父是康熙年间有名的清官 他的父亲 也是乾隆看重的臣子之一 刘家家风严明 刘庸从小受到影响 也做了一位清正联民的好官 他平日里呢 任由乾隆斗勒 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所谓半君如半虎 留点心眼总是好的 其实啊 刘庸处事公正是一位 特别铁面无私的官员 为百姓做实事 因为才能出众 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破格直接参加会试和电视 一把就考中了进士 入汉林院围观 刘庸本来前途一片光明 又因为什么被外放了呢 他在朝围观的父亲 因事获罪了 刘庸也受到连累 被朝廷外放了 但他呢 没有远天尤人 在其位谋其职 无论做知府还是学政 刘庸都为老百姓着想 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也不怕得罪人 所以受到不少百姓的拥戴 这些好的品质 刘庸被调回京城围观后 依然保持着 那时贪官和珅全清朝野 刘庸很看不惯他 在朝中就是死对头 和珅做的那些贪污之事 朝中其他官员都不敢举报 只有刘庸巧妙地举报了和珅 这还是乾隆一次 逛御花园的时候 提供了机会 乾隆走在花园中 突然间被石子 路上凸起的石子 绊了一下 差点摔了出去 乾隆便命人重新修整 于是呢 便把这个活儿交给了和珅 这种肥差和珅 当然义不容辞了 借修善治之事 和珅在里面捞了不少油水 竟然还把皇宫 采买的玉石私吞了 为了不被人发现 他将自己府中的假山石 运到宫中 和珅本以为可以满天过海 可是被刘庸发现了 他当着乾隆的面 就揭穿了和珅 具体是怎么揭发的呢 刘庸使用的方法非常巧妙 有天上朝啊 他把官服故意穿返 和珅看到后 便不断调侃他 然后刘庸借机 就把和珅 调换玉花园石料的事情 抖了出来 乾隆震惊地看着和珅 然后问 玉花园的石料 不是从房山运回来的吗 刘庸看了一眼和珅 抢先一步回答乾隆 陛下 这件事情何大人 再清楚不过了 和珅知道 刘庸定是查到了证据 才敢在朝堂这样说 知道调换石料的事情 瞒不住了 便承认自己贪污了 朝中突然炸了锅 但他们也只有议论一下 不敢得罪和珅 刘庸看到这样的场景 接着呢 又对乾隆说 陛下 国库用银都是民间百姓的血汗钱 就这样被和珅贪污了 不好好惩挚一番 怎么和天下百姓交代 乾隆也对和珅非常失望 然后呢 将他关进大牢中 在刘庸的操作下 和珅虽然没被处死 但是他贪污的银子都吐了出来 还被罚了九万两白银 这些银子充公 用来救助灾民了 刘庸为官虽然有些小手段 但他刚正不阿 对贪污的官员绝不心思手软 还能够应对皇帝的刁钻问题 正如乾隆所说 这样的大臣要是多一些 能为他排忧解难 也是天下百姓之福 乾隆去世后 他在嘉庆朝也得到重用 可谓好的大臣 皇帝都是喜欢的 两朝重臣的刘庸 最终功德圆满地 离开了人世 死后配向贤良辞 这些呢 都是刘庸该得的 都不想要 我会讨论的 感谢